大家好,我是谷月 洋葱和鸡蛋不要总炒着吃 将鸡蛋液倒入洋葱里面 出锅瞬间成为一道大人和小孩都爱吃的美食 今天就将这个新做法分享给大家 喜欢的朋友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准备一个紫皮洋葱 底部切平整一点 让它立起来不会倒 旁边在垫上一双竹块 这样切的时候就不会把洋葱一下子给它切断 对磅切开后再转过来给它切成四磅 四磅再切成八磅四面八方这样切一下 最后切成像视频这样 一松手散开成一朵花 然后先将它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根据家庭人口 在碗中打入三到四个鸡蛋 来少许的食盐入底味 滴几滴白醋去腥 再用筷子充分地给它打散 这里稍微要久打一下 将蛋白蛋黄充分地搅拌均匀 这样做出来才会比较细腻 打散后再将肉与蛋液一点五毕的温水 继续用筷子给它搅匀 切记水的比例很重要 搅匀后表面的糊沫用勺子给它撇干净 再让蒸出来的蛋才比较细腻 嫩滑 撇去糊沫后再倒入切好的洋葱里面 动作轻柔一点避免再次起泡 接下来锅中加入半锅清水 水开下入洋葱档叶 盖上锅盖后用大火给它蒸十分钟 蒸蛋的时间我们另准备锅 加入半勺生抽 半勺蒸鱼赤油 一勺的清水 撒上少许胡椒粉 用小火将它烧开 煮个半分钟 将料汁煮出酱香味来 煮好后放一边备用 锅里面十分钟已经到了 打开锅盖看一下 蛋液已经完全凝固 表面嫩滑细腻没有气泡 这个时间正好才嫩滑鲜香 接着将煮好的料汁 均匀的淋在鸡蛋上面 再撒上少许的葱花点缀 淋上少许热油 激发出葱香味 这样好吃又好看的洋葱中鸡蛋 就做好了 这样蒸出来的鸡蛋 葱香四溢 滑嫩鲜香又Q糖 无论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一下哦 今天的洋葱蒸鸡蛋 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我是谷月 感谢书康 我们下期再见